各位啊 我们这一次的话呢 是下侧第一单元的 单元复习 看一下啊 第一个 那么动词啊 后面啊 它的含义还是很多的啊 那么一般我希望各位背几个含义啊 背五个含义 各位还记得吧 你有五个含义啊 第一个啊 并列的 然后的话呢 先后关系 含义的话呢 原因 还有呢 对 附带状况 和什么呢 方式手段 一般这五个含义啊 第一个啊 这边是表英国的啊 来看一下 返事が遅れて 済みませんでした 返事が遅れて 済みませんでした 回音完了 非常抱歉 那么我们在翻这个 tea的原因时候的话呢 不需要特地把英文组织翻出来 因为你不翻出来的话呢 更加好 因为它的话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一个原因 并没有一个强调的含义在里边 这一般我在翻译时候啊 如果强调原因 翻因为 强调结果 翻结果 我都没有的话呢 最好不要把它翻出来 因为帮助于全有的话 一般不太好 就是我们说 小学三年级以下的这个孩子啊 翻译啊 可能会有 因为怎么样 所以怎么样 一般我们成年人的话呢 并不怎么说话啊 再来看一句啊 稲本さんは 香水の値段を見て びっくりしました 稲本さんは 香水の値段を見て びっくりしました 稲本啊 他 明天呢 看了这个 香水的这个价格啊 吃了一起 好 下面一个啊 方式啦 看到没有 比如说 私は 歩いて 家へ帰ります 私は 歩いて 帰ります 家へ 帰ります 我的话呢 不新回家 十一路 下面一个 王さんは 毎日 地下鉄に乗って 会社へ行きます 王さんは 毎日 地下鉄に乗って 会社へ行きます 想玩的话呢 每天 坐地铁 去公司 好 下面一个啊 叫 半岁的状態 看到没有 比如说 彼女は 綺麗なワンピースを 着て 出上げました ね 彼女は 綺麗なワンピースを 着て 出上げました 他怎么样呢 穿什么 穿着 漂亮的恋衣裙 然后呢 出门了 这代表什么意思啊 表什么意思啊 他表示就是说 我是 以这么个状态 然后呢 出门的 那这个含义啊 下面句啊 すずきさんは こうときて 出上げました ね すずきさんは こうときて 出上げました 鈴木 怎么样呢 穿着外套 然后呢 出门了 好 那么关于这个的话呢 以前我帮你们区分过 跟那个妈妈的区别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 我说我戴着领带 睡觉了 有妈妈好一点 那如果我说 我带着领带出门了 太好一点啊 好 下面就是我们 其实我们上次 也看到过的啊 这是一个所谓的 句子 看到没有 一个句子 看到没有 在修饰 这个名词 母が作った料理は とてもおいしいです ね 母が作った料理は とてもおいしいです 妈妈怎么样呢 妈妈作的菜啊 味道好吃 菜 谁作的呀 妈妈作的 妈妈作的菜 看到没有 所以的话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一般称之为 什么重句啊 叫做 连体重句 对不对 英文们就定义重句了 动物园で撮った写真を みんなに見せました ね 动物园で撮った写真を みんなに見せました 我把什么呢 我把这个 动物园 拍的照片 给大伙看 好 下面一个 つもり 初级版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句型啊 什么意思呢 那 它基本的含义啊 就表示打算要做模式的意思 对吧 它基本含义啊 它表示什么呢 它表示一个 打算要做模式的含义 所以的话 第一个啊 它什么词性 这个词性的话 你先帮我背背的 什么词性呢 它应该表示一个 对 它是一个形式体验 对 这个词性你要明白啊 形式体验啊 所以这个明白之后的话 它前面怎么接续 就很明白了吧 最起码你要知道 四大词性 该怎么接铁吧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动词怎么接啊 接原型 为什么 打算要做模式 比如说 早点凶死 那么否定可以接 当然注意啊 你否定放前面放后面 还一不一样的啊 放前面的话呢 一般的啊 我打算不动模式 我并不打算我现在做 可能我以后可能也会做 不一定的啊 如果你把奶放后面的话呢 强烈否定 我绝无次打算 就放前放后不一样的啊 注意啊 比如说 もうお酒を飲まないつもりです もうお酒を飲まないつもりです 我怎么样呢 我打算啊 已经不再喝酒了 不喝了 下面一个啊 花仲さんは連休の間 日本に帰ら 帰らないつもりです 花仲さんは連休の間 日本に帰らないつもりです 天中的话呢 怎么样呢 打算啊 再放常夜时候的话呢 不回日本 下面一个啊 哦 这个句型 所以我们下次的话呢 句型啊 蛮多的啊 叫 このにします 看到没有 这个没有汉字的 所以满难被的 将来我们到中级班里面的话 这个也要再复习的 它确实满难被 因为没有汉字嘛 句式的语法 就稍微难被一点 好被被吧 对吧 好被被 那么 このにします 什么含义啊 表示 决定做模式 注意了啊 后面是 します 看到没有 换句话说 是我什么呢 私は来週から 祝金句を始めることにします 我怎么样呢 我决定 从下面开始 要开始 慢跑了 祝金句啊 还记得吧 那么接否定也可以啊 对了 否定要放前面的啊 不能放后面 不说过呢 黑箱话嘛 对不对 就是所谓的 黑箱话嘛 一般我们不会放后面 你放后面的话呢 含义啊 就会不太一样了 就放前面的啊 比如说 夜八十以后は 何人も食べないことにしました 夜八十以后は 何人も食べないことにしました 什么意思呢 我决定了 什么呢 晚上八点以后啊 我什么都不吃 注意啊 何人も 何人も这个规定 后面加否定 看到没有 何人も食べない 再看下去啊 これからは ゲームをしないことにしました これからは ゲームをしないことにしました 我决定今后啊 不再玩游戏了 那我有这个能力 来做这个决定吗 有啊 对不对 玩不玩 我说算嘛 对不对 好 那么如果是 ことになります 它是什么含义呢 注意一下啊 ことになる 它是什么含义 它表示一个 客观组织的决定 比如说 国家啊 社会啊 公司啊 学校啊 家庭啊 对不对 而且的话呢 说话人一般的话呢 会遵守这个决定 那么我看一下啊 来週 北京へ 出張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 来週 北京へ 出張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 比如说 公司决定 下礼拜啊 要我去北京 出财 不是我要去的 对不对 不是我谦引的 是公司决定 要我去了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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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决定 要派北京 要跳到 上海 分工 这个含义 那么现在哪里看到没有 也可以的 决定不做模式 但这个不做模式的话 并不是由我说算的 是客观组织决定 看上去 今日の会議は行わないことになりました 今日の会議は行わないことになりました 今天会议也不开了 但你要注意 这句话你要明白 这个是谁决定的 至少不是说华人这么说的 不是我说不开的 就不开了 我帮你传个话而已 对不对 下面一个 飞行机で行かないことにしました 不是しました 行かないことになりました 再念一遍 飞行机で行かないことになりました 决定这次不做飞机去了 可能我想去坐飞机的 那现在的话公司决定 不让做了 下面一个意志 那么这是意志型 我们前面学过对不对 那你要知道 如果你要把你意志 要讲出来让别人听到的话 那这时候的话呢 一般我们 と思います 要放在后面的 如果你不接的话 一般两个意思 那如果你后面没有 要么是自言自语 要么的话 有提议 号召 马修那个含义 所以如果你想把你的想法 你的意志 要讲出来 给别人听的话呢 记住啊 后面 什么要说 那么一般 比如说 冬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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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LDEN WEEK WAH INNAKA NI KAIRO TOMIMASU GOLDEN WEEK NI INNAKA NI KAIRO TOMIMASU 我想在皇陵州回到家 回到家 好 那麽 家 と思っています 什麽意思呢 对了 第三人称 雖然我不是小王 雖然我不知道小王他怎麽意思 但是那次的话都可以猜呀 小王的想法他不是现在才有的 他有段时间了嘛 所以我还是可以知道的吧 人家当下的想法 那比如说现在的想法 那我当然不知道 那比如说 王さんは 新しいカメラを買おうとまっています 明白没有 王さんは新しいカメラを買おうとまっています 想玩的话呢 想買新的照相机 可能最近小王一直在看那个 这些广告嘛 对不对 可能我看到了 我估计他要这麽做了 下面一个 Daniel さんは夏休み アメリカに行こうとまっています Daniel さんは夏休み アメリカに行こうとまっています Daniel 怎麽样呢 想怎麽样 想在出嫁去美国 Daniel 对不对 可能Daniel 跟我讲过的 他可能想辦法去美国 怎麽样 那雖然我不是Daniel 大学的话呢 我还是能知道的 对不对 好 下面这个 看一下 といえば 那这个语法的话 有说到提到 一般的话题 欸 说到日本 你就想到什麽呢 对不对 比如说 日本といえば桜をおもりだします 日本といえば桜をおもりだします 说到日本啊 提到日本啊 怎麽样呢 就想到櫻花 对不对 再看一句啊 北京料理といえば 北京タックが頭に浮かぶ 北京料理といえば 北京タックが頭に浮かぶ 说到北京菜 我脑子里面的那样呢 就浮现出北京烤鸭 对不对 那拖鱼板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啊 我帮你補过了啊 什麽含义呢 含义表示 啊 对吧 当然我们这个含义的话呢 我们会在中级班里面 跟人家交一交 说他怎麽样呢 还是怎麽怎麽样的 对吧 说他聪明呢 还是聪明的 但是的话呢 不是天才 这个含义的话呢 我们初级班并不要背 我们会在中级班里面 帮各位讲讲啊 好 拖鱼 这个含义其实也蛮重要的 这个含义啊 这个含义的话呢 其实 一般我像你们背三个意思的 第一个含义的话呢 咱们这个 叫做称作 叫做称作 比如说啊 先修坊ちゃんという小説を 読みました 先修坊ちゃんという小説を 読みました 上礼拜的话呢 我看了一本 叫做坊ちゃん的小説 是吧 下面一个啊 これはゆりという花です これはゆりという花です 这是一种叫做百合的花 换句话说 说话人认为 听话人啊 并不知道 这个花是什么东西的 是吧 原来帮你们讲过 这么一句话啊 你们再看一遍啊 さっきね はながという人が きました 什么意思呢 刚才 是吧 有一个叫做 田中的人来过了 就换句话说话人 可能认为啊 听话人啊 并不认识人的 所以的话呢 帮你讲一下 如果我认为你认识的啊 他刚刚田中山来过了 对 刚刚田中山来过了 好 那么 脱油的话呢 还有什么含义呢 中期版里面会看到的 对吧 是听说的意思 那么还有什么呢 内容 就这么个 这样个 那么 看一下啊 これは何という意味ですか これは何という意味ですか 这是一个 怎么样的意思呢 对不对 脱油 鱼还是动词呀 它是那个呀 写炎的嘛 对不对 当然了 我们一般不会写这个汉字啊 因为它做鱼法概念 而且的话呢 鱼的话呢 也不会有塌形的啊 就是圆形 不管你什么地方 都是一律用圆形的啊 也没有耐形的 没有的啊 都不加的啊 好 下面一句啊 名词化啊 很关键 那名词化的话 并不是太好 我一般喜欢你们怎么说啊 应该是 法体言化 因为你要知道啊 三个注词的前面 看到没有 三个注词前面 我们规定 加体言或体言句 哪三个啊 哇 嘎 那么哇嘎 为什么前面加体言或体言句呢 那你要明白这一点 什么呢 比如说你要知道啊 哇前面主题吧 嘎前面主语吧 哇前面是冰语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啊 一般做主语做冰语的话 一般都是用名词的嘛 中文也这样子 英文也这样子 对不对 你看 studying english is very important 对不对 那studying肯定没有 不是study 对不对 到底一样的嘛 所以的话呢 体言 我跟你讲啊 它们称为体言帮 用言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想法 什么呢 听好了啊 只能充当 卓语或者冰语的 不能充当卫语的 要体言 那用言的话呢 只能充当卫语的 不能怎么样呢 充当卓语或冰语的 是用言 那很明显 我们这边用言要当 主题 卓语冰语怎么办呢 体言话了 对不对 但体言话要明白啊 我并不是把后面的动词 变成名词了 跟英文动名词 概念不一样 我会把这句话 变为什么 变为了一个体言句 所以日语里面的话 把这种重句啊 称为什么啊 称之为 名词重句 日语里面啊 把它们称为什么 称之为 名词重句 但英文的话 对啊 主语重句啊 兵语重句啊 对不对 好 我看第一个啊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看一下啊 友達と旅行するのは 楽しいです 我口号帮你口一口 注意啊 口到哪里啊 口到诺位置啊 这句话 原本是到旅行する的 用言语对不对 因为动词嘛 对不对 动词节目看见没有 动词去了 不行不能放话前面 怎么办呢 加了诺 加了诺之后的话 加了诺之后啊 这句话到诺算结束了啊 友達と旅行する诺 看见没有 那里面体言句了嘛 日本人是看最后词信 什么词信 最后什么句嘛 友達と旅行するのは 楽しいです 和朋友去旅行啊 很开心 下面句话啊 大勢で一緒に食事をするのは 楽しいです 大勢で一緒に食事をするのは 楽しいです 和很多人 注意了大勢肯定大勢啊 一般的特质人多啊 大勢的呢 和很多人 怎么样呢 一块吃东西 好开心 好 这边嫌的啊 文化嫌的啊 来看看啊 李さんは写真を撮るのが好きです 李さんは写真を撮るのが好きです 小李啊 喜欢拍照 看到没有 来一口 来一口 再看一句啊 王さんは日本語を話すのが上手です 王さんは日本語を話すのが上手です 小王的名言呢 唱唱 小日語 多言一言 コンビニで牛乳を買うのを忘れました ね コンビニで牛乳を買うのを忘れました 忘れ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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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力的 어를食べられました それを見ました このストップ何のように fattyがいます こんなの このストップは XXD これが7つ間での 友達の中で背が一番高いのは リーさんです。 朋友當中的話呢,這邊應該還是一個最高伏調句啊。 最高伏調句嘛,一番嘛,對不對。 在朋友裡面身高最高的是誰呢?是小李。 この黒いのは王さんのペンです。 この黒いのは王さんのペンです。 這個黑色的是小王的鋼筆。 看到沒有?這個黑色的是小王的鋼筆。 再問一句啊,黑色的是吧? 是哪兒翻出來的? 是ノ嗎? 肯定不是ノ你知道了。 是黒い這個形容詞翻出來的。 對的,這個ノ。 形容詞後面的ノ啊。 它的很多的含義啊,跟我們上面動詞後面的ノ還是不太一樣。 因為你要知道,ノ的話,挺好的。 ノ的話呢,它可以帶人、物、式的。 是動詞後面的ノ,因為動詞後面那個ノ一般帶式的。 但是形容詞後面的ノ一般帶人啊、物啊。 這裡的ノ其實是帶誰啊?帶人的。 這ノ看到沒有?帶什麼?帶片的看到沒有? 是不是啊?注意吃風啊。 好,大家看這個句話啊。 Franse語が上手なのは誰ですか? 這邊帶人的吧?對不對? 你這麼說也可以啊。Franse語が上手な人は誰ですか? 這含義是一樣的嘛。 所以形容詞後面的ノ。 這個ノ的含義,本質上其實幫動詞後面的ノ是不太一樣的。 好。 我們擅長講法語是誰啊? 一番好きなのはリンゴです。 一番好きなのは。注意講中的沒有? 因為他們使用動詞嘛。當然後面講大了。對不對? 另外你要注意啊。 相當於說一番好きな果物はリンゴです。 一番好きな果物。水果啊。是蘋果吧。リンゴです。 好。這個啊。ダロ看到沒有?でしょう。 那麼ダロ幫什麼呢?でしょう。 就是啊。表什麼?推測的。 是一個非斷定的表達方式。 那麼往下唸啊。要往下唸。 ダロでしょう。對不對? 那麼ダロ是簡體的。 那麼でしょう是リンゴ的。 好。那麼看一句啊。 明日は多分雨が降るだろう。 明日は? 多分雨が降るだろう。 明天的話呢。大概要下雨的。 注意了啊。你後面加トオモウ也可以的啊。 那麼如果你直接跟ダロ的話呢。是偏書面語的。 對。簡體並不代表口語啊。 書面語也用的。 直接後面加那王さんは来るだろう。 想過來的吧。 注意了啊。他會偏書面語的。 口語的話呢。一般建議啊。 加トオモウ。 那麼加トオモウ之後。前面還有ダロ看到沒有? 那麼ダロ加不加。 不加的話呢。可信度更加高一點。 加了之後的話呢。你也把自己的可信度啊。 再往上加一點。這樣子的啊。 它們還是有區別的啊。 好。 好。デシュー。 好。デシュー。 那麼デシュー後面就不能跟トオモウ了。 トオ是引用嘛。 他前面一般加前提的嘛。 對吧。結局的啊。 好。 彼はおそらくそのことを知らないでしょう。 ね。 彼はおそらくそのことを知らないでしょう。 他的話呢。 恐怕不知道那件事吧。 知不知道呢。 那我也不是很肯定。 我用デシュー。 下面一個。 休みですから。 きっと暇でしょう。 ね。 休みですから。 きっと暇でしょう。 因為休息嘛。 肯定很空吧。 好。 下面這個是我們可能態書面語。 一般兩個含義。 一個是我的什麼呢。 個人的潛在能力。 對不對。 第二個的話呢。 表示條件允許。 一般你背這兩個含義就可以。 因為這兩個含義的話 其實幫我們那個可能態含義是一樣的。 自動寫法看見。 自動寫法啊。 一般我們認為什麼? 一般我們認為書面語。 書面語。 好。 我們看一句啊。 きむさんは牛丼を作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きむさんは牛丼を作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小人會作牛丼を作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おうさんは日本語で北国の春を歌うことができます。 北郷之春。 不論你聽到我沒有啊。 一層很有名的歌詞啦。 おうさんは日本語で北国の春を歌うことができます。 想完的話呢。 會用日語唱北郷之春。 那麼否定也可以啊。 把他旁邊否定。 什麼含義呢? 表示我無此能力啊。 對不對。 或什麼呢? 條件不允許。 一般這兩個含義。 我看一下啊。 當然我一般建議各位的話呢。 這邊用概概念沒有。 我一般建議的話呢。 否定句啊。 用無話更加好一點啊。 看一下啊。 美術館で写真を撮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美術館で写真を撮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在美術館不能拍照。 不能拍照。 下面一個啊。 この店ではクレジットカードを使う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この店ではクレジットカード、 知道吧? 信用卡。 を使う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在這家店的話呢。 只不能用什麼呢? 信用卡的。 好。 台面に啊。 還知道啊。 台面有漢字的。 寫位啊。 會寫了吧? 台面に啊。 什麼含義呢? 兩個含義了。 因為的位和什麼呢? 位的位。 那麼我們先選哪個呢? 一個。 位了可能沒有。 的一個位。 好。 那麼。 誒? 看到你在後面有沒有呢? 所以的話呢。 前面是名詞嘛。 對不對? 那是位了啊。 那注意了啊。 ために不能亂用的啊。 自主啊。 ために前面不能跟。 挺好了啊。 ために不能亂用的啊。 ために前面不能跟動詞的。 不定。 不能跟動詞的。 可能態。 前後的話呢。 注意一致。 很關鍵的啊。 好。 健康のために。 毎日散歩します。 健康のために。 毎日散歩します。 為了健康。 毎日散歩。 サラリーマンは。 家族のために。 一生懸命。 働いています。 サラリーマンは。 家族のために。 一生懸命。 働いています。 上班族啊。 為了家人啊。 貧民館。 動詞也可以啊。 リーさんは。 アメリカへ。 留学するために。 貯金しています。 リーさんは。 アメリカへ。 留学するために。 貯金しています。 小李。 為了去美國留学。 在春前。 日本の漫画を読むために。 日本語を勉強しています。 日本の漫画を読むために。 日本語を勉強しています。 日本の漫画。 好。 朝日の学生。 漢字知道。 OK。 これから。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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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しています。 もし困ったことがあったら。 私に相談して下さい。 もし困ったことがあったら。 私に相談してください 那如果你有什么困難的事的话呢 请跟我商量 明天是不是肯定下雨呢 那不一定啊 不知道的 假定的嘛 もし 明天雨下雨的话 上花 我不去了 注意了 第二个含义你们背的不好 还有那个含义 还有一个发现 都在意外的含义啊 比如说 ドアを開けたら 窓ガラスが割れているのに 気づきました ドアを開けたら 咻 怎么样呢 发现的嘛 窗帮に睡了 窓呢 ドアを開けたら 窓ガラスが割れているのに 気づきました 这个含义蛮重要的啊 发现的意思 发现的意思 其实还有哪个含义呢 还有一个怎么样呢 发生的一个 新的情况 那这个含义也有的啊 として啊 作为 作为某种身份啊 立场啊 资格啊 作为 反正你 发生作为 就OK 负任を持っています 反正呢 有作为 上司的责任 学生としての息子は 全然勉強しない ね 学生としての息子は 全然勉強しない 作为 学生的儿子啊 全然勉強し 好 那么这个的话啊 注意了啊 就是 ことになる 本来的话呢 是表示 客观主族决定 后面加て いますか 看到没有 表示 这个决定啊 就决定下去了嘛 就持续了嘛 就规定了呗 对不对 就规定了呀 有看一下啊 新学期は 新月から始ま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ます 新学期は 新月から始ま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ます 新月期 怎么样呢 规定 次月开始 日本では 車は 左側を 走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ます 在日本 怎么样呢 规定 車辆 靠左行驶 那么 加否定也可以 看到没有 否定放前面 那肯定放前面呀 后面的话不能改善呀 黑箱化嘛 对不对 授業を休むときは 学校に連絡しなければ ならないことになっています 授業を休むときは 学校に連絡しなければ ならない と ね ことになっています 规定啊 你要 新月から始まる 必须要和学校啊 要联系一下 下面这个啊 だけ嘛 什么含义呀 近啊 指啊 注意了啊 跟我们前面的しか ありますいません 对不对 不一样的啊 しか这个的话呢 强调少的概念 而だけ的话呢 没有 它只是一个范围的限定版了啊 并没有多与少的含义啊 その話を聞いたのは 私だけです 听了那件事的人呢 只有我 这句话里边 并没有少的含义 对不对 就只有我嘛 对不对 并没有少了 没有这个含义啊 休息天只有礼拜天 好 这个啊 かもしれない 很关键啊 在我们的眼里 是一个か 加一个も 加什么呢 一个洗的内 什么含义呢 就是或许的意思啊 注意了 它的可信度 是最低的啊 咱们可以这么说 下王或许来 或许不来 王さんはね 来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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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落就不能这么用了啊 打落的话呢 可信度还高一点 对不对 比如说 明天雨が降るかもしれません 明天雨が降るかもしれません 少用 我跟你讲 因为用 かもしれません的话呢 往往啊 怎么说啊 带有一个 不太负责任的 口吻在里面 什么来不来啊 想问或许来的吧 不知道啊 有什么 一种不太负责任的 这种口吻在里面啊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 需要讲话负责任的话 这种讲话 尽量不要说 你如果是做医生的话 这种话尽量不要说 对吧 明天或许下雨的吧 对か怎么接啊 听好了 卡前面怎么接啊 最简洁 最简洁 就加圆形嘛 什么都不用变 对不对 够简单了吧 寒いですから 今夜は雪が降るかもしれません 寒いですから 今夜は雪が降るかもしれません 因为冷嘛 今晚的话呢 或许啊 不下雪 各位啊 那 这里的话呢 我们要复习复习 瘦瘦关系 非常重要的关系 最简洁嘛 最简洁嘛 这张图你要帮我背一背的 看到了 挂げる もらう くれる 你就想到了什么 三个圈 那么哪三个圈呢 一三三 三道一 一条道 两条道 什么道 单向道 什么名字 て くれる て もらう 一道三 一条道 什么道 单向道 什么名字 てあげる 三道三 七条道 两条道 什么道 双向道 什么名字 て もらう て あげる 好 那 小房 修正车 开始吧 王さんは 私に自転車を修理して くれました 对 そこ呢 私は 王さんに 自転車を修理して もらいました 好 相本 不意关系 我关系 三个一三 两个三三 我和小王一三关系 我和爸爸一三关系 爸爸小王一三关系 爸爸和妈妈三三关系 小王小张 三三关系 OK 这个你明白之后 做题目 一般就不会错了 好 あげる 是我给别人的 我三也三 对不对 就说 ダニエルさんは スウィキさんに お土産をあげました ダニエル 什么呢 给礼物 对 礼物 誕生日に 私は 友達に 花をあげました 生日后的话 我给朋友 花 もらう 得到 我のさんは 佐藤さんに プレゼントをもらいました 小野 从 左堂那 今 得到 礼物 礼物应该在 从左堂到 小野那 是吧 山田さんは 王さんに 中国の 絵を もらいました 上天 从什么呢 小王那里 得到 中国的话 くれます 某人 给我 或者 我方人员 海さんは 日本語の 辞書を くれました 小林 怎么样 给我 那本 日誓 礼物 没有写 给我 但还是给我 对吧 父は 私に 時計を くれました 爸爸 怎么样 给了 我 表 好 这个 是 做某事了 就不是 给东西了 基本上 道理 是一样的 王さんは 金さんに 本を 貸してあげます 小王 借给 小金 什么呢 書 这时候 貸す了 借出 对不对 私は 友達に マフラーを くってあげました 我 送给朋友 什么呢 围巾 日本人の 友達から 日本料理の 作り方を 教えてもらいました 这个最难翻 还是翻成 日本朋友 教我 日本才做法 你不能翻成 我 得到 的方法 就不太通 对吧 私は 田中さんに 駅の 雪方を 教えてもらいました 那么 谁告诉谁呢 注意啊 手もらう 钱的事 都是别人干的 我的话呢 说一方 应该是 田中 告诉我 去 什么呢 车辆的方法 友達が 誕生日 プレゼント を 買ってくれました 朋友 怎么样呢 给我买了 生日礼物 チョウさんは 私に 餃子の 作り方を 教えてくれました 小章 教了我什么 教了我 饺子做法 所以这张图啊 好好再看一看 那么 关键还是 把我 帮各位 讲过 三个圈 理解 明白 背出来 这样子的话呢 你看到 这种题目 你就不会错了 请求 更加礼貌一点 私に 英語を 教えてくれませんか 能不能教我 英语呢 更加礼貌一点 酒あったら 少し 入れて くれませんか 我有酒的话呢 能不能 帮我 稍微放一点 再往加一点 文字面也是一样的 すみませんが ちょっと 静かに してくれませんか 不好意思 能不能 全て安静 对不对 下面一个 ちょっと 手伝って くれませんか 能不能 帮我 稍微 帮我忙 对不对 好 下面 C的 C的话 一般 咱们两个含意 注意前面 怎么结局 结结局的 并列 和什么 原因列 列举 这个 我叫一般列举 这个的话呢 叫原因列举 并列的 呼唤的话 应该没有什么区别 この部屋は静かだし 部屋垂りもいいです 拮据嘛 房间 玉环境 采光又好 今日は雨も降っていますし 風も強いです 天上的话呢 又下雨 风有力 原因的 原因的话 你加カラー 或者不加都可以的 每一个戏也可以的 もう遅いし これで失礼します 因为已经很晚了嘛 暗示什么暗示 还有别的原因 这还不止一个原因 これで失礼します 就此告辞了 今度就要吧 頭もいいし 熱心ですから 人気があります 他怎么样呢 脑子好 聪明 而且的话呢 又热心 所以的话呢 很有人气 这个戏很关键的 后面我们会看到好多次 好啊 背一背 好 て的话呢 表原因的话 我们也看到过的 只不过它是 放在名字的后面 母が病気で 早く呼吸に带ろうと思います 妈妈的话因为生病了 所以的话想早点回故乡 私は勉強でつかれました 我的话呢 因为学习累了 当然了 这地方的话呢 我们也不建议用 英语数字来翻 跟我学习 学得累了 对吧 这样更好一点啊 透视引用 这也蛮关键的 引用 当然引用的话 分两种 有括号的 叫指引 那里面可以有那个 名号题 我没有括号的话呢 叫漸漸引用 里面的话呢 应该是前提 OK啊 店員は すみませんでした と言いました 店員的话呢 说了句 不好意思 王さんは先生に 明日試験がありますか と聞きました 想完的话呢 问老师啊 明天考试吗 好 下面这个 哦很关键的啊 还记得吧 我们寻过两个特殊的哦 一个是通过点 一个是出发点 对不对 后面一般都是跟什么呢 跟动词的啊 跟自动词 一般都是带 什么呢 移动性的自动词啊 鳥が空を飛んでいます 鸟在空中飞翔 通过点啊 通过点 階段を上がります 上楼梯 通过点 父は毎朝 8時に家を出ます 爸爸的话呢 每天早上 8点出门 来年の3月に 大学を出ます 明年3月 半月毕业 都是特殊的一些含义啊 是 呃 他出家门的话 不光是说 我离开房子 还回来 一般的话呢 有段时间不回来 可能说是 晚上了啊 最后隔一天 也回来 所以的话呢 偶尔的两个特殊含义 要背出来啊 一般这两个经典的句啊 通过点 通過点 出发点 家を出る 好 伯伯啊 好 下面可以加の 看见没有 5个柱子后面 加の 例外が始まる 吧 背一遍 で 前面啊 で え と から まで 那别的后面 一般就不能加了 で え と から まで で え と から まで 后面可以加の だ 成人の日 大人への 大一歩を 踏み出す 大切な日 です 成人医師的话呢 是 まいちゃん 成人人的 很重要的一句 一句 東京への新幹線は もうすぐ 発射します 東京への新幹線は もうすぐ 発射します 台湾 本人的新幹線 リーマージャー アチャラ ホタ ロンバーメンシュウイシャバー 自分の部屋は自分で何々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自分の部屋は自分で何々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ここで ここで 中の部屋 右に靠 自分の部屋 正面 昨日 デパート に行って 両親 何々 プレゼントを 買いました 给父母买嘛,买了给父母的嘛,但是你后面不能给弄的,所以的话呢,怎么叫A的,开始吧,五个,五个六次后面加弄的,然后五个,で、え、と、からまで,是吧,昨天,デパート行って両親Aのプラゼントを買いました。 昨天去了百合商店,然后呢,给父母买了礼物。 前面が久しぶりの休みなので家でゆっくり休むことなりなりしました。 对不对? 这边にもはちだわ。 十个好久は久しぶりの休みなので、因爲是十个好久的休息も。 それ的话呢,决定ことにしました。 反正是我决定。 对。 家里面好休息一下。 飛行機が空何々飛んでいます。 あ、時間がある一句啊。 看のことだ。 对。用O。 是哪个O字だわ。 对了。 应该是通过点。 通过点。 因为飞的话是自动词。 自动词没有动作对象的呀。 对不对? 飛行機が空を飛んでいます。 飞机在空中飞着。 前面が。 私は母が部屋を掃除する何々。 提出されました。 对。 正面よ。 你看。 三个柱子前面。 还要知道わ。 三个柱子前面。 加点或点句だ。 女さんが。 我、が、を。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帮忙嘛。 他同次嘛。 对不对? 选意了。 私は母が部屋を掃除するの。 提出されました。 私は母が部屋を掃除するの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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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は初めての授業を何々にとても緊張します。 緊張しています。 前方两句話の逻辑関係。 毫無疑問。 英語。 国語がどう結束呢? 那我们学过这个カラー的话呢。 他前面加結局的。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前提で学过了。 授業的话是个名詞。 名詞的话应该是打がら。 ですから。 なのでハンドはどの動きですか? これは何も大事ですか? なのでどの動きですか? これはどの動きですか? これは行ってことです。 これはその動きですか? これは行事体験です。 ногие考えだとしても、 それは一番形式の動きです。 これからはその動きですか? この動きですか? それがない動きですか? 授業なので 本番呢 初代は 自分的規矩はやっぱりだ 今日は初めての授業なので とても緊張してます 因為今天是第一次上課 所以的話呢 很緊張 王さんは日本へ 留学する兄弟に 貯金してます 何年呢? 為了吧 ため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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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さんは日本へ留学するために 貯金してます 所以ために前面不能乱用的 不能跟動詞的否定 不能跟動詞的可能態 前後的話呢主要一致 想完的話呢為了去日本留學 再存錢 前面一個 ここは静かだ 学校も近いです 選哪個呢? 對呀 選西呀 什麼含義呢? 一般列曲 這裡的話呢 很安靜 而且的話呢 離學校也很近 這個も 意思的再追加 對不對? ここは静かだし 看大了嗎? 因為西的話呢 要求前面跟結句的很關鍵 下面一個 私はパンを作る何々できます 我們這邊還沒有教過可能態 所以我們指什麼呢 學了一個它的一個書面的寫法 ことが 看來沒有 第二的 而且幫你講啊 這個地方是不允許換成多的啊 雖然這個こと也有體驗化用的 但是的話呢 規定有こと 所以各位記住啊 我們所教各位的 所有的跟口頭有關的寫法的話呢 一般都不能換成多的啊 包括你前面看過的 什麼口頭にします啊 什麼口頭になります啊 什麼口頭になります啊 這裡的 口頭が 出来ます 都不能換成多的啊 一定好 有口頭 就是有口頭 我的話呢 會做麵包 下面が ルームメイトは みんな国に帰って 私〜〜 学校に残りました 所以大家看 市場的話 本來必須更否定的 你知道吧 後面沒有否定沒有 那也不能用了 所以的話呢 だけ 它是一個心理範圍 它沒有多方少的範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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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ルームメイトは みんな国に帰って 私だけ 学校に残りました 所有啊 都回報了 只有我現在呢 有助手要力 下面一個啊 先輩のタムラさん 何何 テニスを教えて もらいました 注意了啊 看の方も 手もらうれば 你反而記住 想要幫修建車 那句話啊 私は おさんに おさんに 對不對 它是動作的 話術方 所以的話呢 大家現在看得沒有 先輩 タムラさんに テニスを教えて もらいました 前輩 天春 將我大王丘 最後一個啊 はは 何何作って くれた弁当 は美味しいです 很明顯嘛 て 看到沒有 無人為我 做模式 無人為我 無人為我做模式 無人為我做主意了 對不對 選擇了 而且的話 你們幫人 摳一摳 看到沒有 拳 媽媽幫我做的 弁当 很好吃 母が作ってくれた 弁当 大王は 美味しいです 前面句 おさんは 金さんに セータを買って 誰給誰買了 這句話 用もらう 也可以的 小王 從小金那 得到 毛衣 但沒有てもらう 那怎麼辦呢 對 我們可以用四 小王 給小金 買什麼呢 買這個 毛衣 對不對 可以的啊 二可能不可以 對不對 給我吧 好 下面一個啊 この果物は 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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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段 弟子は 将来 サッカー 何々と思っています 弟弟的話呢 將來 像這邊呢 成為一名作家 那麼 因為是 看到沒有 他是 第三人成 所以的話呢 用 使用 然後呢 我と思っています 還是 拿ろう 對呀 他不能把自己培養為呀 自然而然成為 對不對 所以的話呢 三的 弟弟將來 作家に 拿ろうと思っています 好的 那麼我們 這一節的複習啊 講完了 那這一節裏面的話呢 其實最主要的我認為還是那個 手術關係 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希望各位的話呢 好好的 幫我 幫各位 總結的參考圈 好好的背一背 那以後的話呢 這種題目啊 就不會清理錯了 好 那我們這一次到這裡